千鸟湖上船只都往前行驶着 一对对青年男子都喊着耗子划船 谢霄见满若张飞的男子不下船 怒火攻心 右手中棋杆朝张飞胸口出去 那张飞倒也力大 竟然双手抓住棋杆另一头 黑小子 你快松手 否则老子对你不客气 谢霄握着棋杆用力往回拉扯 就不松手 凭啥让你独吞百两黄金 力大无比的张飞攥着棋杆另一端 拼命想夺棋 狭小的木船上 二人宛若拔河般 那杆棋一会儿靠近谢霄这边 一眨眼又回到张飞那侧 两人拉扯十几下 终究谁也没独办那杆棋 这时候 原被惊吓的船抛在后面的船只 都一搜搜追了上来 眼瞅着就要超过谢霄的船只 谢霄急得红了眼 拼尽全力往后一拉 以为自己定能夺过棋杆 谁曾想张飞也不是善累 远看着棋杆要被谢霄夺走 千军一发之际 他纵身一跃伸手攥住那面彩棋 可惜二人均用力太大 只听 此啊 一声响 棋杆和彩棋分家了 与此同时 谢霄和张飞宛若商量好一般 晃了下身子 扑同 扑 两人几乎同时跌入水中 见其两朵巨大水花 想什么呢 俗语曰 福无双致祸不单行 此话甚有道理 谢霄跌入水中之时 小木船忽来一下翻了 正巧扣在 京夏和陆毅的船檐上 夏爷一门心思 只想得到那百两黄金 索性抬脚想把船踢开 只可惜他已然忘记 此刻身在湖面上 船只被京夏漂亮地踢开了 夏爷也捎带着跌入湖水中 他习惯性地抓紧船檐 想回到船上 这时候 见不得夫人受一点委屈的陆毅 急忙弯腰抓住京夏手 说道 快上来 湖水太凉了 很显然 陆毅没留意到 牧船已经倾斜得肾是严重 踏踏身寻京夏手的时候 牧船毫不客气地 将陆毅抛入湖水中 宛若做梦一般 三人都瞬间落入湖水中 哎 京夏抹了一把脸上的水 惊呼道 怎么会这样呢 小爷太倒霉了 京夏 你没事吧 陆毅最关心京夏的身体 一脸担忧地问道 没事 京夏摇摇头 跟着谢霄和陆毅往岸边游去 船只上的年轻男子们见第一 第二都落水了 随即打起精神 拼命划船 盖叔帅不帅 湖岸边 一棵大树下 谢霄和陆毅如落汤鸡般立在那里 尤其是陆毅 望着身边鼓着腮帮子的谢霄 一脸的不耐烦 恨不得踹他几脚 京夏望着湖面上的船只 跺着脚喊道 我的金子 一百两呢 姓陆的 我跟京夏原本可以拿到金子的 谢霄邓着陆毅 甚是不服 都怪你 非要让我去别的船上 陆一强压住心头怒火 钻井拳头说道 跌入湖水中清醒一下甚好 谢霄 我且问你 咱们是来干什么的 凡是你不跟着起哄 会死吗 姓陆的 你骂谁死 谢霄疏得拔高了声音 眼睛都瞪大了一圈 你们别吵了 京夏指了指正向他们三人走过来的 一男一女 低声道 欧阳天和他姐姐过来了 啊 陆一和谢霄对视一眼后 不再争吵 夕阳中 欧阳楚 欧阳玲珑并肩走过来 陆一斜眼一看 只见这对龙凤胎姐弟容貌甚是相似 军农眉大眼 眼窝深陷 带着南疆少数民族气韵 尤其欧阳玲珑右嘴角的一颗小黑质 更加容易被人记住 惊吓怕被欧阳楚认出来 假装着凉 伸手捂住口鼻直打喷嚏 有意站在谢霄和陆一身后 欧阳玲珑手指帕子 一双眼睛却未曾从陆一身上移开 倘若无外人在场 他定会将手中帕子递给陆一 更甚或直接帮大人擦拭脸上水珠 见了我们公子和小姐 还不快行礼 欧阳楚的贴身是为大喝一声 脸上神情很是不耐烦 谢霄刚要还嘴 陆一弯了他一眼 二人齐刷刷弯腰行礼 几乎同时说道 见过欧阳公子 欧阳姑娘 免了 欧阳楚的双眸越过陆一 直直盯着惊吓侧颜 直接了当地问道 那位小兄弟 怎么不过来见本公子 陆一不露声色地解释道 启禀欧阳公子 他受了风寒 怕将摒弃度被公子和姑娘 还望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莫要迁怒于他 惊吓和大人分手 脸上笑容少了 陆一何等睿智 一眨眼的功夫 他心底已经绕过九曲十八弯 为了这个案子 医官与欧阳府定会诸多往来 惊吓是女儿生这事 就算这次糊弄过去 早晚欧阳楚会发现的 因而他说的甚是婉转 言辞中并未提及惊吓是男是女 不碍事 转过脸来 让本公子看看 见一身男装的惊吓 欧阳楚并未怀疑 他就是那日新乐阁弹奏桃妖之人 只是好奇惊吓的长相而已 惊吓不敢转身 只因他全身湿透了 尽管穿着男装 欧阳楚也定会起疑 索性连打几个喷嚏后 又弯腰开始咳嗽 惊吓自幼甚是精通演戏 因而欧阳楚完全相信了 这位小兄弟看来病得不轻 欧阳玲珑为了给路易留下好印象 直接对身边丫鬟说道 你去花轿中 将我披风拿来 赠予这位兄弟 另外将石大夫换过来 给他诊治一下 欧阳玲珑声音不高 惊吓却听得宛如雷声一般 左思右响之后 可嗨嗨 他直接几声剧壳之后 双眼一闭 假装晕倒了 而且是脸朝向地面 路易原本担心 惊吓是真的患上风寒 但见他晕倒的姿势 心中明白过来 激活活地对谢霄道 你快些把他扶起来 被回医馆 找林大夫给诊治 哦 谢霄没看懂惊吓和路易打的哑迷 依旧很是配合地 背起惊吓往医馆赶去 惊吓伤心了 路易冲欧阳姐弟弯腰行李 甚是诚恳地说道 多谢欧阳姑娘好意 草民还是不劳烦姑娘了 只因家中医馆林大夫甚是精通昏厥 失眠之类病症 公子 你说什么 欧阳玲珑眼睛里满是希望 宛若行走在沙漠中旅人望见绿洲 你是开医馆的 而且你家医馆的大夫善于诊治失眠 正是 路易暗中窃喜 却不曾在脸上显露丝毫 说完做事要去追血消和惊吓 公子 稍等 欧阳玲珑拦住路易 娇羞地问道 敢问公子对姓 可否劳烦公子 姐 欧阳楚及时开口 拦下欧阳玲珑要说的话 比起姐姐 欧阳楚诚服颇深 就算她有意让路易口中 林大夫给祖母看病 也要派然打听之后 再做决定 再下信路 路易当然知晓欧阳玲珑要说什么 也明白欧阳楚为何阻止姐姐继续开口 面色平静道 姑娘有何吩咐警官开口 只要草民能做到 一定尽力而为 没 没什么 欧阳玲珑微摇头 一脸的不舍 路公子 已婚身失透了 快些回去换下一衫吧